- 色澤黑茶漂亮 - 喔酥酥脆脆 - 一入口才香味四季 - 實在當早餐也太幸福了嘛 - 食材有奶粉、過篩好的糖粉、新鮮雞蛋及奶油 - 軟化好的奶油加進一個中鋼盆裡面 - 所謂的軟化好就是這樣輕壓它軟化 - 要讓它硬硬的 - 因為我們奶油冰在冷藏會比較偏硬 - 我們就室溫稍微讓它退軟 - 軟化之後我們再來操作加入我們的糖粉 - 這個糖粉要記得要過篩喔 - 才不會協力 - 奶油軟化後就可以很輕易的吃進我們的糖粉 - 先稍微把它拌均勻 - 稍微用按壓的方式 - 讓我們的糖粉都吃進去 - 糖粉全部吃進去奶油之後 - 把奶油稍微打微發 - 微發就好喔 - 不要過發了 - 打入空氣之後 - 它的奶油顏色比較淡 - 就是我們俗稱的反白 - 加入我們雞蛋 - 這邊的小訣竅就是要使用常溫的雞蛋 - 因為我們的主要成分是奶油 - 如果你使用冰的雞蛋呢 - 吃進去會稍微有點分離 - 常溫的蛋慢慢吃 - 分個兩三次吃沒有關係 - 準備再吃第二次 - 雞蛋一次全吃的話 - 會造成有點分離的現象 - 所以雞蛋要記得要分次加入 - 最後把我們的奶粉一次性加入 - 最後把我們的奶粉一次性加入 - 一樣使用按壓的方式 - 把我們的奶粉跟奶油充分的吃均勻 - 等待它奶粉全部吃進去的時候 - 之後就會稍微成團 - 這樣子我們今天的內餡就已經製作完成了 - 是不是非常的容易呢 - 今天是做原味的口味 - 當然你也可以在奶酥裡面加入我們的葡萄乾 - 蔓越莓乾 草莓乾 - 一些果乾類都可以 - 平均的把它抹上去 - 這個要抹厚厚的才夠味 - 今天的餡料非常的容易 - 再加也能輕鬆做 - 當然你也可以抹完之後上面撒杏仁片 - 我覺得風味也是非常的棒 - 奶酥現在製作其實非常快速 - 如果你真的吃不完怎麼辦呢 - 我們冷藏可以冰4到5天 - 冷凍可以冰1個月 - 使用的方式就是我們把它退常溫 - 稍微軟化 再來會比較好操作 - 那我們就進入烤焙吧 - 上火建議溫度200到211 - 下火我們不用開 - 烤焙時間建議8到12分鐘 - 我們烤到表面上色就可以了 - 我來幫大家試試一下吧 - 色澤非常的漂亮 - 喔酥酥脆脆 - 一入口 滿香味四季 - 這大家當早上也太幸福了吧 - 年輕貌子 - 夜中的女人 - 因此是幾個月 - 樂醒來 - 今天晚上也要聊得幾個月 - 天氣 - 天氣